母女三人騎車抵達西湖鎮的大公夜市 四歲小女兒站在腳踏墊上 車還沒停好突然往前爆衝 撞翻正在炸排骨酥的大油鍋 一邊一邊下來 那時候我就騎在那裡 現在還沒跳 你知道 你出國的問題 還沒 滾了 還要起來 還要兩分 還要起來都要炸 滾燙熱油潑灑出來 排骨酥散落滿地 七十三歲攤販及四歲女童 雙雙燙傷 熱心民眾先幫忙 淋冰水降溫 受驚嚇的女童不斷哭吼 媽媽陪同上救護車 不只心疼也很自責 媽媽說家住花壇 她回西湖娘家 想說帶孩子去逛夜市 沒想到發生爆衝意外 女性七十三歲 那是雙手跟雙腳 有一度的燒藏傷 然後另外一名女性 是四歲的小妹妹 那她是左腳小腿前側 她大概是有三度 大概三趴的燒藏傷 攤犯婦人傷勢較勤 人已經出院 手部腳部裹著厚重紗布 女童仍在醫院活動力正常 傷口須不斷換藥 彰化線譜調查 西湖大公驗室屬於沒有申請 若有民眾檢舉違法土地使用 會依照法規採儲6到30萬元 目前縣府還在研議 攤份集中區的管理辦法 未來輔導民間業者 依法尋找合適土地 提出申請合法經營 三立新聞許書偉 張國報道